好 回来继续关心到的是民党的选对会 今天登场将达成共事 由新竹市长林志坚来参选桃园市长 要对决的就是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 林志坚昨天也首都松口说 求来了我就接 会中也将拍板新竹市长的人选 渴望由副市长沈慧弘来出战 基隆市长则提名立委蔡世映 预计下周三终止会通过 那么国民党立委党团的总招 曾明宗就大酸 林志坚若参选桃园市长的话 除了需要签户籍还衍生落跑市长 或是桃园市民当新竹市长 两者都是看不起选民的民主笑话 那么国民党高雄市长的民调疑似 外流也引发了争议 民调被列后段班的张亚中 昨天是派出了办公室主任何启胜 到党中央来索取资料未果 张亚中又在批评国民党做假民调 更宣布要退出指定市集转动式民调 要国民党放手去征召想要的人 不要再放入他的名字 国民党方面则回应 参考式民调本来就不对外公布 那这件事情呢 因为对国民党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我希望下礼拜三 黄建林秘书长如果拿不出资料出来 他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真假 把它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的人必须要负责任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大家知道这一个滚动式的民调 已经变成一个指定式的滚动民调 就换句话说其实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参考 就是党中央说一个民调就是一个民调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张亚中 我觉得我愿意来为高雄的奉献 我不争 我愿意承担 我随喜 但是我真的不愿意被一个假民调天天的转动 所以我在这边向党中央正式的宣告 请你们下次再做这种 所谓指定式的参考民调的时候 请不要帮我的名字拉进去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信力 不要再转动我 我在这边正式的宣告 我愿意向社会去募款一百万元 我希望在这一次过程中 哪一位承办人或者相关者可以公开的举发 这一次党中央是哪个单位 哪些人在做这个假民调 包括什么 包括党中央的相关人 包括接受做假民调的这一些工作人员 你们都可以公开的站出来举发 我个人我有我的一些信念 我不愿意去躺在这场浑水里面 被你们天天的在一种造假的情况下去转动 那一种转动的名字 转动的名调 请下次不要再列入我张亚中的名单在里面 好 这国民党扶上台面 有一角逐高雄市长候选人 最近是陆续拜会高雄市议会 昨天上午有蓝银女战神之称的立委陈玉珍 也到议会来拜会议长曾丽燕 表态如果党中央为重任于她 会担起重担不退却 陈玉珍表示自己的个性豪爽直率 会和高雄人的口味也暗酸 不会像陈其迈像是个温室里的花朵 被保护得很好 温室里的花朵是不能成大事的 我想我的个性 大家在国会也看到我个人这个表现 我的个性事实上就是比较勇往直前 而且我是比较爽快 比较帅真的 事实上我感觉这会比较 我们高雄人的口味 我们吉迈市长非常优秀 是大家所称的暖男 所以我相信在某些事情的决断力上 就相当的就比较温吞 可能个性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他是像是 温室里的花朵被保护得很好 但是温室里的花朵是不能成大树 在来之前事实上我针对高雄市 这个每年这个1500亿左右的预算 277万的人口还有整个这个 包括这个平地跟这个 跟山区 各项的这个发展 我们会在这个 如果我有幸获得这个国民党中央提名的话 应该会在一个月内做出相当的破坏 包括这个港区 这个山区 跟着跟着 根据不同的这个产业 荣誉产业 一级产业 二级的工业 一向显示工业城市 现在慢慢转换成这个高科金 这是有必要推动的 三级的服务业 让希望可以改变中央长久以来 这个全国长久以来 这个重北侵南的这种想法 我们也希望高雄所发生的事情 能让全国都看到 再回到北部 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 几乎确定是一个萨喀都的局面 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的最新民调 蓝营推判的参选人蒋万安 虽然目前支持度第一 但是这个黄珊珊是紧追在后 不论是对上陈时中还是蒋万安 两个人的支持度都只差0.5% 而且黄珊珊不止空战有斩获 拔庄好像也有进展 早上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勇德聚餐 勃感情 让陈勇德跟十几个里长胜赞 黄珊珊横拼 也让蒋万安阵营 是想起了万安警报 不得不喊出 今年台北市长的这个选战 可歌可泣 歌是歌断 的这个歌 气是放弃的气 呼喊这个支持者赶紧归队 2 1 请接牌 南港接牌 黄珊珊想要选台北市长 但是在本命区南港内湖还不敢大意 但是想要光号娘家票是不够的 得对外开阔 主动找上国民党市议员陈勇德 揪了十几个里长来勃感情 议员里长副市长正常聚餐 这便当却吃出了万安警报 根据令营智库所做的民调 台北市长选举撒喀都之下 不管民进党候选人是陈时中 或是林家龙 讲完都只领先黄珊珊 0.5个百分点 不是支持讲完安 我跟黄世坚讲的一样 理智上支持讲完安 感情上另外再讲 我知道黄珊珊急起时追 所有里长 拜托了每一件事情 或者对地方建设的需求 基层建设 他一笔一笔 亲自记下来 讲完安加油 再强硬一点 黄珊什么都不怕的 眼看基层的杂音毫不掩饰 讲完安的阵营也抛出台北市长选战可歌可泣 根据民调若是在气饱情况之下 讲完安的支持度为37.6% 赢过黄珊珊的20.2% 跟林家龙的25.5% 若是对上陈时中 讲完安也以37.7%的支持度 赢过黄珊珊的21.0% 以及陈时中的27.0% 也就是不管民进党派出谁征战 原本黄珊珊的支持者 可能很纠结而民进党等着看好戏 这让周李嘉宇太被握道 汪汪水晨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晨物化器来喷这个水晨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晨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